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金本,二百五十四念,二百五十四念,第五行, 从这个诸解的第九段看起。 原觉经养 知患即离,不足方便,利患即觉,一无见词。 一切菩萨皆为漠视众生,以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祝患。 这是语言觉经上的一段很重要的开始, 教给我们修学的诀窍。 经中所说,跟《金刚经上》讲的一丝完全相同。 所以,可以把它用来互相诠释,也就是以原觉经来解释《金刚经》。 用《金刚经》来解释《原觉经》,这个意思格外的明显。 可是这个境界很高,真正能够用得上,当然是很好了,就怕的是用不上。 实在用不上,那就老实念佛。 知患即离,什么是患? 《金刚经》上讲的透尺。 最近这几次,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不但微臣是幻望,不是实在的。 世界也是假的。 世界也是假的。 说明了,诸法空相。 大臣佛法里面常识,万法皆空。 这句话,可以说已经变成佛门的口头禅了。 怎么个空法,也很少人去顾问它。 空不了,就解决不了问题。 。 这个境上跟我们说的明白了。 确确实实是空相。 我们说相有体无啊。 这是如来的方便说。 不是真实说。 真实说,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 外面的境界是空的。 宽有。 宽有。 假有。 。 那里面呢? 里面呢? 里面我们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记忆的。 这我们叫它做心。 能执着的。 在经上告诉我们。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也是空的。 身心、世界都是空相。 都不是真实的。 这叫幻。 。 这个意思不能再细说了。 前面一直讲下来,讲得很详细,很透彻。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用薄弱观照的功夫。 这是他讲得很清楚的。 新行了深,薄弱,薄弱,义多事情。 这是用薄弱的观照。 照尽无蕴皆空 无蕴包括四处世界一切法 有情无情 我们今天讲的动无知无矿 都超越不了无蕴的范围 无蕴皆空 于是他度一切苦恶 一切苦恶是什么 不止三苦八苦 不止 六道轮回没有了 摄法纪也没有了 六道十纪 都是苦 都是苦恶 他能够超越 超越到哪里去呢 到一真法界去 菩萨诸一真法界 他为什么 能着急 为什么能度一切苦呢 那就是原觉经上讲的 智患激励 他明白了 身心 世界 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都不是真的 马上就放下 离就是放下了 离不是离开这个境界 主要记住 心里面 再也没有妄想 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智患是开悟 十步 大吃大吃大吃大逃 且离 离是功夫 price.. 离是放下功夫 功夫就圆满了 不足方便 直接了当 这地区是宗门里面所谓上上耿人 禅宗六族惠能大使 戒淫的对象就是这一类的更新 上上更新 罹患即觉 刚才说 觉是这个地方的觉 是明心戒心 尽心里成佛 有没有次第呢 没有 这叫做云顿大法 所以这个金的名字叫云绝金 云是旧金圆满 没有次第 花言经上告诉我们 在修正的形象上来观察 有次第有圆融 中下更人 修学正果有次第 像经上讲的 是心 是柱 是行 是回向 这是有次第 上上上成人 没有次第 没有次第的 叫他做圆融 圆融不爱次第 次第不爱圆融啊 这就好像啊 我们到这个讲堂来听经 这个讲堂是在五层楼啊 从楼梯上呢 一击一击上来呀 那叫次第 那个坐电梯上来的时候就没有次第了 那就圆融了 但是你要晓得 你坐电梯上来的时候 那个电梯还是一击一击都经过了 所以 行步跟圆融是一不是二了 这是华言上说的 诸位从真的 是体会他的意思 圆融里面有次第 次第里面有圆融 那么这是立幻极具 问题呢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彻底放下 这是《金刚经》讲到这个地方 越讲越精彩 重要的意思都在后面 我们在讲堂上看 同修们的福报不一样啊 你看讲秦灵没有讲到这么深 没有讲到这么重要的地方 我们这个讲堂这一层跟底下一层都做满了 现在讲到最重要的了 人只剩下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有什么原因呢 没有福报啊 它只有那么大的福报 只能听那么多 只能听那么多 再听到究竟圆满 它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依赖 这个录像带 录音带啊 将来他还可以拿回家去听 但是听就是听录像带 也没有在现场听的印象来的深刻 那个是不得已 所以我们一看真正有福报的人不懂 这个福德不居足的人呢 还是占大多数啊 所以实在讲这一段经文呢 就是这两句话 知患即离 力患即觉 顶重要的就是这两句话 跟《金刚经》上讲的意趣完全相同 一切菩萨即默示众生 那菩萨当然没有问题啊 让我们生起疑惑的默示众生 这个默发世界的众生行吗 原觉事业不落大惊 这个《金谊》跟《楞严经》非常接近 但是它有相当的深度 那么虽然有相当深度 如果我们有金刚剥落的基础 去设立这些语言教的疗异经典呢 就不难了 《金刚经》的确是一把宝贵的钥匙啊 这个默示众生有没有这种人 有 正如同虚夫提尊者在这部经上所问的 五五百年之后 还有没有人能够相信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话 那么世尊为我们解释得很清楚 不要说是 现代 再往后去 再往后去 我们知道世尊的末华一万年了 这才过一千年了 后面还有九千年了 九千年之后 有没有人呢 还是有人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还有人相信 还有人能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呢 这些人善根佛的身后啊 不是普通人 这是佛在大臣经上常常说的 金刚经上也说啊 他不是凡夫啊 九位元皆来 他就种植善根佛的 善根佛的非常深厚之人 那么善根佛的这么深厚 他为什么不争果呢 还在当凡夫呢 实在讲 这个话问得很好 问的是谁 就是我们这把热卡 那我冒无量借来啊 你看看那个那个那个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阿蛇王子 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四百亿佛 如果注意想想 那要经过多长的时间 就算是每一尊佛出世 你都碰到 实在讲 没有那么好运的人啊 哪有那么巧啊 佛一出世你就碰到 不见得是每一尊佛出世 你碰到 但是你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无量借 这样深厚的善根 听到释述 听到释迦牟尼佛 讲这个经典 不见得是每一尊佛出世 但是主要想到 没有这样深厚的人 这么善根深厚的人 纵然听到了 有机会闻到佛法了 心不坚定 不能够一教奉行 不坚定 如果要是念佛往生 那他的善根福德 比这个还要深厚 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二世王子 这是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听到释迦牟尼佛 讲《无量寿经》 动了个念头 希望自己将来成佛 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就动这么个念头 还没有动念头 我要发心了 念佛往生 没发这个心 然后我们就想到了 弥陀经上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援 的神彼国 那个善根少 少到什么程度 供养四百亿佛的善根 多少 你才晓得 修净土法门的人 不可思议 修净土法门的人 决心这一生当中 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这个决心下下去 再不退转了 这个人就是菩萨 绝对不是凡夫啊 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金刚经上 我们知道患了 能执着的 心三心不可得 所执着的一切法 法是因缘所生 当体借空了不可得 身心世界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患了 不但佛是这么说的 近代西方科学家也是这么说的 他的说法跟佛在经典上讲的 已经相当接近了 可以说我们知 现在问题呢 知是知了 没离啊 如果你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讲讲堂里面 你这一天马上就离啊 那就恭喜你啊 你当下就正果了 你立刻就成佛了 古人所讲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个话不假了 你想不想成佛 想成佛 离了你马上就成佛了 当然这个佛不是究竟圆满佛 但是确确实实是 是金刚经上所讲的 祝福如来 语言之后 语言叫初诸佛佛 就是诸佛如来啊 你真的是成佛 不是假的 这问题 你肯不肯离 也就是你肯不肯放下 放下就是啊 那这立欢极决 那么这是说明大臣了一金的理论与方法 乃至于古阵 末法时期的众生也有份 不要低谷了自己啊 但是也不可以抬高自己啊 抬高自己是共高国万 低谷了自己啊 嫌得自己太懦弱无能了 这都不行 都不能成就 要明理 要放下 实在不能完全放下 那我们就走次第 啊 这个 语言容没有法子走 次第 次第是 逐渐逐渐放下 譬如诸位 所以我们还拿这个比喻来说 你们从一楼到五楼来 你们从台阶一步一步上来 你踏到第二层 你一定写第一层嘛 你放下嘛 你放下第二层 你才能到第三层嘛 放下第三层呢 你才能到第四层嘛 四层也放下了 你才能到第五层嘛 你不放下 你就得不到啊 一定要放下 这个次第是慢慢地放 先把身外之五放下 这个放下 跟诸位说 最要紧是 从心理上方向 我不再攀缘了 我每天三餐饭 能吃得饱 能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住 就很好了 不要再贪求 再奢求 那个奢求是放不下的 希望生活越过越简单 那你就是越放越多 越放下的多 你就越自在 为什么呢 你那个心里负担少啊 压力少啊 贪而无厌的人 心里负担沉重啊 压力很重啊 那就不自在了 烦恼重重啊 能放下的人 烦恼少了 烦恼清 智慧就增长 所以他的生活 人家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 这真正是高人啊 一般凡夫是生活在烦恼里面啊 苦不堪眼啊 这些四根理都要好好去想想 我们讲一讲 我们讲一讲的很简单 讲了你也点头 但是你还是放不下 什么原因呢 没想通啊 果然想通了 你就真的放下了 放下去明心见心 一次修行 如是奈能 永离祝患 刚才讲了 三界六道十华界 都是患的 所以称之为祝患 三界六道从哪里来的 你要清楚 你搞不清楚 所以你不肯放下 这是佛在经上 真理讲得很圆满 很透彻 这是佛在经上的 射法界 是从妄想里面生的 大妄想 其分别 这就有射法界了 六道从哪里来的呢 六道是射法界里面 一个部分 执着来的 所以佛在华言上说 一切众生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真的的是什么 因真法界 真如本性 你不能真的 原因就是你有妄想 你有执着 还有一些人 你有妄想 他死不承认 我没有妄想 他没有妄想 他没有妄想 你怎么会生在六道里中 不但你有妄想 你还有执着了 你要是只有妄想 没有执着 那你今天应该是 摩罗汉菩萨佛 你在四圣法界 你不应该在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面的人 不但有妄想 还有严重的执着 这个是我们要承认的 这不承认不行 承认 我有病 我晓得有病 还有救啊 他还会去找医生 找大夫 要去治病 有病 不晓得自己有病 不承认自己有病 到病一发的时候 那就没救了 那才是可怕的事情 所以妄想执着 统统放下了 这就是罹患 那就折了 不单超越六道 超越十法界 我们凡夫 的的确确 有超越十法界的机会 佛法家缘分 缘很重要 你看 彌陀经上讲的 善根福德因缘 缘分可押击 纵然你有善根福德 如果你这一生没有机会 没有遇到 金中的经典 没有遇到金刚经 没有遇到原觉经 那你真的是没法死 纵然遇到 遇到什么 不懂 会念经 不懂经义 没用处 为什么呢 他提不起 修行的功夫 这功夫是关照 提不起关照功夫 所以 今要解义 你看江俊师在这个讲义里头 说了多少次 不但要解义 要语言解 要解得透彻 解得圆满 然后你才知道怎么用功 不但你晓得怎么用功 你还会知道 非这样用功不可 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语言非常重要 此段经文正是此经著究 此为一朝直如云顿药门 一切法门不方便于此之 这个话讲的没错 理上讲的 确确实实如是 但是这样更新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 佛教传到中国来 是公元67年 今年是1996年 将近两千年当中 佛教寺里头记载的 只有一个人 唐朝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寺 只有这一个人 他地区 智患即离 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人 就没有再看到第二个人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呢 如果说是值得不够彻底 这地区科门 这地区科门 不能完全放下 这个是这样大多数 没有这么直接了当的 宗门里面的人物 有几年开悟的 明星见新的 明星见新的 有涉及二十年 三十年开悟的 明星见新的 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不少 禅宗里面 禅宗里面 景德传灯录 五灯慧元里面所记载的 但是像慧能大寺这样的 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我们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他真的是智患解离 历患激瘤 所以能大寺给我们做激震 五方必有于此阵 这个净土念何往生 也比不上他 也没有他这么直接了当 这个话全是真 一点都不假 那么我们今天还要抱住净土 原因就是我们放不下 我们离不开 这个没有办法了 全身靠道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帮忙了 我们只好走这个路 而实在说 纵然你能够智患激离 力患激瘤 射方祝佛 还是劝你念佛往生其乐世界 为什么呢 你看看文书普行 无量寿经上 这个第二屏前面列点 行后等十六阵子 那十六个人是等于菩萨 那不是普通人 他们的古阵跟文书普行没有两样 跟观音实质完全相同 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快 时间是短 你就像此地讲 确实一切法门没有比这个更方便 智患激离 力患激求 语言叫初度菩萨 你要想成佛 你要想成佛 还要修三大二三七节 如果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一小节一小节的时间都不需要 太快了 这也是说明 这也是说明 为什么圣方等救菩萨 还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将为农居士一生研究精干经 他这一本精干经讲义 四十年的心得报告 他真的透彻明了 他老人家念阿弥陀佛求生极度 真正透彻了 一定是这么做法 佛说一句法 包含五量意 可作种种景 故未知圆域 圆域圆满 为什么 佛说一句法 含五量意 不但是 大臣 了一经 字字句句 含五量意 小臣方等 小臣方等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给主说 也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都是这样的 因为是真 字字句句 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它不是从分别妄想里头流出来的 我们世界上 我们世界的凡夫 文章写得再好 书做得再好 都是不了解的 为什么呢 从思维 想象 思考里面流出来 在佛法里面 在佛法里面 一色心里面流出来的 八色心 而诸佛呼三 准八十成四智 四智就是真如本性 所以 字字句句 流出来的 与淫头不一样 根源不相同 一个是从自信里流 一个是从意识里流 那怎么会一样 射心里面流出来的 就有分别 有知识 那个意思 有近 佛的经典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 意思 无有穷尽 所以它还无量的 所以能做种种解 这个是 特别是学教 学经教的 不能不知道 佛经 我常说 佛经没有意思 佛经不能讲解 这个在前面 都详细跟大家 报告过 佛经的意思 释迦牟尼佛自己也说 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 佛永无有法可说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对佛的经典 要用什么态度 佛既然是无有法可说 我们应该也无有法可问 那就对 所以经典 受持老实命 不要去想它的意思 你想它的意思 叫胡思乱想 它没有意思 你怎么会想出意思出来 你想出那个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你怎么想 都不是佛的意思 说了没有意思 所以你即使没有意思 你就入了佛的经典 没有意思的时候啊 见性 明心见性 反复之人 要来问你这个经是什么意思 你就偷偷师到跟它讲 讲到反复的意思 这就是无量意 所以你真正要是 能通达五一丝的时候 你讲经就合了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无论什么根性的人 你接触 你都会讲到头头上 大家要晓得 无意思的都才会出无量意 有一个意思 这是此地 再不能做第二个意思讲 你看看佛的经典 当然特别是金刚经 金刚经 因为由过去 有五族 任何尚六族能大师 他们两个提倡 于是金刚经变成了 家乎与小 知名度最高 读诵的人最多 自古以来给金刚经做铸结的人最多 现在这个大赞经续藏里面 收的金刚经诸结一百多种 那么过去看到这个这个记载上讲的时候 自古以来这五百多种 金刚经有五百家的诸解 如果它是一个意思 那一本诸解就好了 会必要这么多 五量意 哪有一个意思 学今要大开圆结 这个大开圆结 要从哪里做呢 从无意义上下手 特别是般若经上说的 般若无知 经要天天读 读到无知 心经上讲的 无知也无得 就成功了 知没有了 得也没有了 心经讲的简单 无知也无得了 就出了一个题目 无知也无得 文章是什么呢 文章就是金刚般若波罗密集 你们想想看 这个金刚经我们快讲完了 整个内容到最后归结到 那不就是无知也无得 不就是无知也无得 不就是无知也无得 到无知无得的时候 你就明心见心见心了 无知无得是彻底放下 无知把俗智障放下 无得把烦恼障放下 二障通通通放下了 你就明心见心了 你就见心成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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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才想的 字字句句里头 本来居足无量意 无量意是从其用上讲的 其作用上讲的 无量意 不其作用的时候 什么意思也没有 所以说 括足种种解 这是佛的因 愿因 又说 愿人说法无法不愿 愿人是愿顿根性的人 怎么样才是愿顿根性的人呢 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愿了 也有分别执着 愿觉就出来了 就不愿了 我们 是不是一个语言教的根性 不必问别人 自己 可以寻查一下 就知道 如果我们 对人 对死 对我 还有计较 有分别 有执着 就不愿 那么另一切分别执着 就愿了 所以 愿人 因为心情 利益且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一般讲 没有成见 那就愿了 我们为什么不愿 又成见 那么这种事情 自古以来 世法佛法都讲得很多 童年的时候 小学生 刚刚开始接受教育 在中国古代 在中国古代 对于这种事情 非常重视 不像现代 父母为自己儿女 寻这老师 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 影响他这个小孩一生 所以非常慎重去选择 其蒙的老师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对性 撕是撕犯的 模范的 就是做人的模范的 这个叫死道 做人的样子 要选一个好的榜样 让这个小孩 借出他 这就俗话说 不知不觉当中 受他的熏陶 影响 所以心如为主 小朋友一接触这个老师 就是个好样子 影响他一生 等到他长大了 他亲近别的老师 那个没有关系 他好的榜样已经养成了 已经养成个好习惯了 再去亲近外面人 影响就不大了 最重要的影响 就是第一个老师 因为他年纪最小 六七岁的时候上学 这个影响力最大 会影响他一生 但是现在有几个人 懂得这个道理 有几个人 晓得这种事情 换句话说 今天有几个人 真正爱护自己的儿女 如果你要真正爱护自己的儿女 你家里头不可以买电视 那个电视是坏样子 两三岁就在电视机面前天天看 学了脑筋 坏主意不知道都有多少 这从前说老师 十几岁的人啊 都没有这些想法 没有这种念头啊 现在两三岁就不得了了 差颜观似 就能看人家的面孔说话 都说假话 你说这个怎么得了啊 你说今天 今天这个世界 魔王主宰啊 今天世界是魔王主宰啊 魔王在哪里 在你家里 你家那个电视机就是魔王 害得你一家人身心不安 你还挺喜欢他的 那有什么法子 语音人 语音更更新的人 非常可贵啊 也就是心地清净的污染 没有这个分别计较 这个是语音的更新 他修学大乘很容易 如果是样样都分别 样样都计较 样样都执着的 学小乘法好方便 小乘法叫你执着 大乘法叫你开放 这个是大乘的 教学 宗旨义区 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又说 邪人与政法 政法一成邪 这是真的 这个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上 见到太多太多了 就是所谓 变了直的佛法 佛法是正法 世间确实有一类的人 认为什么呢 佛法的利益了 科图 佛教徒很老实 可以欺骗他们 于是 挂了佛教的招牌 欺骗信徒 为非作戴 毁灭佛法 太多太多了 中国外国 处处都能见到 处处都能见到 这个事情很麻烦 我们周边的人有没有呢 就可能有 为什么会有呢 名利的诱惑力量太大了 这个我们也能够谅解的 他哪有那么大的智慧 那么大的定力 能够抗拒 明文立扬 五月六成的诱惑 不可能 要避免众生造罪业 只有我们自己小心谨慎 比如我们想做一件好事 印金不是是好事啊 有人听到了 到处去花园 我们印什么金 去花园 大家欢欢喜喜拿钱 拿了一万块钱来 印一千块钱 他印了是印出去了 谁也不会去查他的账吧 造尊业 现在这个事情很普遍 这个这个在台湾那个印金的印刷厂都知道 我们也找这些印刷厂印金书 我们后面版权业上印一万本 那就是一万本 印一千本就是一千本 印刷厂老板曾经给我讲过 说发誓你们很老实 你们都照这个数字印啊 我说难道黑布老师 多好多 他告诉我我才晓得 我才知道啊 还有这么一段事情 印刷厂老板告诉我 实际上他只印了一千本 但是他的版权业要叫他印一万本 那么他作弊着老板清除嘛 他坚守的嘛 这个造尊业 再举出一桩小丝 类似这样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我们要建个道场 建道场画园呢 有一些信徒帮忙画园 画了之后他要分一半去啊 这个我在台湾听说 这个寺院的信徒派他去画园 画了之后怎么样分法 所以他才热心啊 他要无力阔徒啊 他才不干了 那么这个呢 都是造罪业 就是邪人与正法了 正法一尘邪 古时候讲这句不好讲啊 不好懂啊 现在很好讲啊 很好懂啊 就他摆在面前呢 很好懂啊 可是 夜应果报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 最近这几年来 我们聊凡思讯 这个 自从民国初年 应光大使的提倡 我们跟进 流通量很大 总希望 周围要多多的看看 你能够相信英国报应 你能够相信命运 你就不会造业 一银一注 莫非千顶 你说你能赚到钱 那是假的 你怎么可能赚到钱 你如果真的能赚到钱 释迦牟尼佛也拜你做老师了 佛菩萨没有这个能力 前从来的 你过去 中的不识 才不识的因啊 你不识的多 你这一生得到的多 因缘果报嘛 你前生中的 才不识的因少 你这一生得的就少 就像刚才说的 达着佛菩萨的这个旗号 欺骗众生赚得来的 都是你命里头有的 你说冤枉不冤枉 古人所谓的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他今天就是做强盗 抢来的 偷来的都是他命里有的 你说冤枉不冤枉 他要不偷不强 他也得到 可能得到 慢一点 过几年才得到 他不过来 心把它拿到 拿到造罪业 还是命里所有的 命里没有的 你就抢抢看 你抢不到 你也偷不到 命里没有吧 所以我们懂得佛法 了解因果 小的钱不是人赚来的 如果你把这个道理参透了 你的心就定了 你就不会积极的去真名夺利 就干这个啥事情啊 命里有的决定有 命里没有的 怎么求也求到啊 何必去干啥事 何必去犯罚呢 何必去造卫业呢 真正明白了 确定明白了 不会造卫业了 绝对不干啥事情 真正下得 急功累得 前途一片光明 所以大臣经中教导学人 以清净善知识为要头 以开政治界为根本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不仅是大臣佛法 凡是佛法 可以说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学佛最重要的善知识 我们讲的好老师 你遇到好老师 你也不会走冤枉路 你也不会走冤枉路 夜班学佛的人 学多少年 学几十年 没有成就 没有受用 什么原因 没有好老师 这个关键在此地 如果真正遇到好老师 效果很快速 很显著 我常常 劝勉大家 学佛的成就 学佛的功德利益 在哪里 就在你面孔上 你学佛 学的一年比一年年轻 学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 这花抱 一定得到的 这么一点一点小的好处都得不到 你还学什么佛 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 佛在经上 这讲了很多很多遍 这佛常说的 花言经上讲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相是幻相 幻相怎么变现出来的 时变的 试试什么呢 心想啊 你心底清净 你的容貌就清净 你的身体就清净 他怎么会生病 反而是生病 都是你的心不清净 污染啊 身不清净啊 这才会生病啊 身心清净的人 身心清净的人不会生病 不容易衰老 这个是学佛 这个是学佛马上就得到的效应 所以看你是真修 你还是假修 假修 当然你得不到 你还是有烦恼 还是有忧虑 还是有牵挂 那都是衰老疾病的根源 你又不想衰老 又不想生病 可是你偏偏呢 又要去制造 你不是自作自受 世间人 没有接触佛法 不懂这个道理 那情有可原 我们学了佛的 明白这个道理啊 知幻解力 妄想分别持着 忧虑牵挂 舍患 是假的 不是真点 你能把这个离开 你的身心就健康了 初步的利益 你就得到了 所以好老死非常重要 好老死 好在哪里呢 帮助我们开正之间 这就是好老死 如果不是帮助我们开正之正间 那就不是真正的善之事 真正善之事 一定帮助我们开正之正间 换一句话说 就是三规一里面讲的 觉正经 这个老死 帮助我们的是 提升我们觉正经 这是善之事 如果这个老死不是教我们觉正经 还加深我们迷邪然 那个就太可怕了 我们已经迷邪然很深了 再要加深还得了吗 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 辨别善之事的真假 你用这个方法来辨别 就很清楚 你就不会上当 那年经上所说的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 邪思说法如横或杀 邪政怎么辨别 很简单很容易 正法是让我们去向觉正经 邪法是教给我们走向迷邪然 这个邪政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请看经文 下面这一段 《阅母经》 明离也离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经义 越说 越深 前面的一段 是从 《陈界》 在第170段 《阅母经》 越陈界明离也离 这是第二段 《阅母经》 越陈界明离也离 这个经义 越说越深 越说越透尘 您 这也是 像那样的 假使 假使 假使有一个人这样说 Commission sł诶 越说尘 万犯 Matt 假设有个人这么说 虚无敌予以云和 世人结果所说以逢 这个人对于世尊的说法 是不是真的明了 真的懂得了 我们这个开经济的时候 第一句是 运结如来真神义 他是不是结如来的真神义 下面是须菩提的大夫 世人不结如来所说以 这个人不懂得如来所说以 这是世尊教给我们 离的这个念头不能有 叫你立相立即 你还有这个立的念头 你还是有妄想 还是有之处 离也要离 那才真的干净 真的清净 经文的意思很深 必须连到后面几段 才渐渐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看这一段的主题 此节经文竟能够看得出来 吕也我仍思想不可有啊 空凡夫应佛如是凡夫身处 随之为我见的 真是石油 此见横根于心 正是母经 其非凡家其父也 这个意思把这极生 为我们显示出来 确实是神 宗门这种长讲 凌厉害 这世间有几个是灵厉害 若非上上干人 总免不了 听了佛法把意思听错了 听错了的人 很多很多 世尊说法 当时余会的大众还把佛经的意思错毁了 后来的祖师大德们说法 是听众当中没有把意思错毁的 那不可能的事情吧 我们信任情 这个讲堂里面 把意思听错了 经文错毁了 那又何足为怪呢 我们听到了 我们听到了 觉得这是正常 错毁意思 必定有啊 这一点 我们总是尽力的来防范 所以 我们主意 仅仅只事之宙聚聚 为什么要反复地来说 就是怕人们错回意识 因此 祝佛菩萨祖师大德 无不要求我们对于经意要圆解 圆解就不会把意识错毁 反而是错毁意识 都是知今不远 那么这个地方是个很好的例子 金刚经自从开讲以来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 世尊屡次地说到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这相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这些 教我们要离死相 说的次数多了 怕我们听的人执着真的有思相 如果要有这么一个念头 真的有思相 那就变成我见了 经文到这个地方 才跟我们说出来 拉来的思相 所有一切法 世间法 初世间法 佛法也在其中 所有一切法相 都是因缘所生的 缘起信口 缘身之法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你怎么能把这相当真 到此地才将透彻了 思相为什么不能执着呢 因为他根本没有 所以叫你不执着 根本没有 如果你以为有 我要离开他 我要不执着他 你已经不解如来所说义了 那个修行就修得很苦啊 我要离 离又离不掉 又拼命要离 你说多苦 这种苦啊 就像在梦中作怪一样啊 不知道这是空的啊 知道是空的啊 那原教学人 知患即离啊 什么是离啊 知就是离 知患给即离 不是两状事情 一知就离了 知道之后 我还在离 那你根本就不知 你晓得是患 还有个离不离的 当下就丢掉了 就没有了 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确确实实 听经啊 有这么多人呢 有这种误会 所以在此地 不能不讲清楚 不能不讲明白 如果错误会了 那就又加一层的迷惑 又加一层的妄想 这个是烦恼的代名词 此今于一切法 旅舍既非是名 既非是名 我们看的太多太多了 也讲的很多了 这是 是世尊说法的善巧方便 我们要懂得 这四个字的深意 一名相有幸空之意 说既非是说幸空 说世尊是讲相有 但是相有 我们又执着有 说幸空 我们又执着个空 你说这个东西糟糕不糟糕 其实呢 空有都没有 你才真的明白了 你才真的懂得 即非是名的意思 如果我即非信空 也不能说讲错 世尊讲相有 也不可以说错 其实有没有震动 没有震动 所以你天天念经干经 天天读经干经 你不会开始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待人介物当中 依旧解决不了问题 毛病出在哪里呢 空有两边都这种 鱼精刚经的宗旨 祝法一如不相应 一如里头没有空有才一如 有了空有 有了对立的那来的一如 这是前面一大段经文 破除我们相对的这个观念 只要有相对 就不是一如 你还是落在思想 世界里头 所以佛讲这些话的意思 真的理解了 意在令人观照本空 顿得献脱 这是如来的真实意 可见得如来的真实意 并不是说的这些法相上 是教理 知欢 敬礼 这个是如来的真实意 所有一切大臣 了意经典 都是这个宗旨 那么我们尽宗 与这个宗旨符不符合呢 符合 今天大家念佛 功夫为什么不得力 你不了解这个宗旨 你违背了 佛说法的意去 所以你念佛 修净土 得不得力 如何能够符合 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原则 幻世之幻即利 告诉你 身心世界 六道十戒 都是假的 都是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那么我们念佛人 身心世界放下了 一句阿弥陀佛 专求净土 那就得到了 放下身心世界 这是无助啊 应无所助啊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而生其心 怎么不是金刚经的教义呢 放下身心世界 不足有啊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不足空 空有两边不足啊 这是金刚般若 这是真实智慧 所以 一再令人 观照本空 顿得卸腿 你马上就自在了 放下就自在了 这个事情 要靠佛 佛菩萨 帮不上马上 所谓的是 皆灵还需 吸引 五十戒的烦恼 是你自己找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你打往下 你分别 你执着 你忧虑 你牵挂 都是你自己搞的 没有一个人给你的 因为是你自心 迷惑颠倒 变现出来的 所以佛菩萨帮不上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佛菩萨能帮的 只把这个现象 给你说清楚 说明白 告诉你 全是假的 所以聪明人 上根之人 一听说是假的 事情马上就解决了 为什么呢 不再忧虑了 不再牵挂了 不再打往下 假的 真的懂得了 明白了 所以当下 得下注 你跟着自能文艺知识 佛门常讲 一文清我 大彻大我 物之五剑等 一副相有 信空 还是这一道事情 相有 有即是空 信空 空即是有 空有不二 空有一如 才是诸法如意 我们今天 这也是个关口 过不去 信空相有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事情 不晓得 信空跟相有 是一桩事情 我们错在这里 所以设向游 就是 设向空 设向空 就是 心经上 大家天天念 念的有什么用处 提不起 关照功夫 每一天念的 你看 不起作用 你说多不可惜 心经上 简单明了 思即是空 空即是死 思不亦空 不亦就是 没两样 空不亦死 换一块 思就是空 空就是死 是一不少 如何 把这个经义 应用在生活上 我们齐心动力 对人 对死 对物 只要一齐心动力 马上就体会到 思空是一不少 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马上就起来 这就叫做 关照本口 玄庄大使 当年到印度 那个时候 是走路去了 当中要通过 八百里的大锅笔沙漠 今天那个沙漠里来 能通过这条沙漠 还能够活着回来的 没几个人 是个人去 难得有一个人去 他能够度过重重的 喜难 所以一切这个灾难 它能够通过 那么在这个行难当中 不能通过的 执着引力 那么由此可持 观照本空 立以功德 不可付 经约 佛说母见的 这个灾就是 人见 动身见 寿佛见 假设有一个人 这么样的执着 说佛说法 其偏执与有名 未能通达 我人等等之际 也未奔空 古约不解如来所说 那么他 清佛这个说法 清佛说空 他就执着空 清佛说有 他就执着空 佛说法 没人定 这个就必须要知道 佛为什么 一会说空 一会说有呢 佛对那个人 对那个说法的人 那个人的执着 不能 今天张三来请教佛 佛一看他 他执着有 佛就跟他讲空 破他的执着 过年天又来了一个人 请教释迦牟尼佛 这个人执着空 佛讲语了 破他执着空 佛所说的一切法 破众生的执着而已 所以你一度经 你要想想这个经事对什么人讲的 后世有一些人不懂得佛说法的意趣感 还误会 还误会 佛哪有法好说呢 不是看你害得什么病啊 这个药下去了 病就好了 病好了 药严谋 药严谋 所以 放伤应识 后患非法 你这才证明证明道德 所以佛的一切经都有对象 对什么人说的 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 这些经都不是对我说的 我们所看的 不是佛对这个人说 对那个人都不是对我说的 换一句话说 就很不容易治我的病 不对正 可是佛也非常慈悲 灭度之后 后世众生 也是无量无边 佛也不舍弃他 要舍弃他了 违背了慈悲的本愿 我们常讲 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那释迦牟尼佛怎么能把我们舍掉 那于他这句话 不舍弥归 他真的没有舍弃我们 所以教给我们念佛法 在《大集经》里面 普遍地告诉大人 佛的法院有三个时期 正法 相法 末法 他老人家说 正法时期戒律成就 一连持戒律 就能够证 相法时期 禅定成就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 是相法时期 这个禅宗非常贴旋 末法时期 净途成就 我们今天身在末法 听释迦牟尼佛的话 念佛求生进度 已经过过度成就了 有一个方法 教给我们末世众生 我们今天身在末法 不听话 还要去找释迦牟尼佛 替从前人治病的老药 老药药找到了又不对症 用这个药药 不但治不好病的 反而发病加重了 这个厨房不是这样用的 你偏偏要用它 这个释迦牟尼佛 没有故事 是你自己的过失 释迦牟尼佛留了一个厨房给你 你平平不用 你去找他治别人病的那个药草 那你也是吃死了 医生不复辞生 我们世间人有病用药 都很小心谨慎 但是佛经是要啊 这个佛法要使不弃机 断了众生的化身毁灭 但是那都不是佛的自己 是我们自己选错 这个要想到佛的经典 我那个时候还在初学的时候 在李老师的会下 好像还没有出家 在同学们在一起聊天讨论佛法 我曾经说过一句 我说佛法会害死人 我那些同学听得不服气 就到老师那些告状 他一说给老师 老师点头 没错 所以问老师 为什么 发不弃机 不弃机会害人 会断人发生 会灭 所以我们选择法门 非常深度 也就是说 要选择 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 学不学才的利益 不会选择呢 那就选在净土中 因为净土中 是释迦牟尼佛 就对我们来处方 就是教导 就是决定不错 末法时期选这个法门 古得有情思疾富 四月谁富如啊 此节经文证明思义 那么这是宗门的公案 禅宗里面的典故 真有这个事情 都不是假的 一个人 忧郁烦劳 牵花重重 苦闷得不得了 是赵法斯 请法斯 把他心里的结解开 过去有个什么电影片 我们在外面看的广告上 心有轻轻截 找法斯解解 法斯也很高明 你把戒拿来 我听得解 六足跟慧可安心 就用的这个话 古不得了 古无大地遇到这个人 咱问他 父 他像绳索捆绑一样 不自在了 咱问他 谁父如 哪一个捆绑着你 这些话 都是典型的 叫他回光返照 果然回光返照 没有人欺负我 你说你今天有苦 你有难 谁给你苦受 没有人 某个人给我弃受 那个人为什么不给他弃受 单单给你弃受 实实在在讲 人家隔气 你欢欢喜喜 接受过来 你要受骂 那有什么办法 问题还出在你自己呀 比如说有一个人骂你 他骂别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 他骂你 你为什么会生气 骂别人 我没有受骂 骂我 我就接受过来了 你要不受 不就没事吗 你怎么能怪人家呢 你明白这个道理 外面境界 一切人事物 都没有干扰我们 都没有欺负我们 而是我们自己愚痴 他不给我 我也要 拉回来 这个麻烦就大了 比如我刚才讲的这个电视 电视是魔王 你受他的害 如果我们是不受他的害呢 电视是菩萨的 可以天天看电视修行吗 有没有 有 华言间看电视 华言间那个时代 电视没有发明 虽然没有发明 有类似的 戏剧过 这个里面修行 会开悟 会正过 他为什么会开悟 会正过呢 因为他看那个像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从那个假像 在一回光返照 整个宇宙人生 都是空的 都是假的 他开悟 所以会的人们 唱歌跳舞看戏 都成了佛了 不会的都落下去了 因为会的人太少 所以这佛菩萨就少了 不会的人太多了 妖魔鬼怪就太多了 外面境界 没有好坏 没有佛魔 佛于魔在我们自己心里 一念你 境界都是魔镜 什么境界都是魔镜 讲经说法都是魔镜 一念觉 一念觉 唱歌跳舞 都是佛镜界 所以外头 无佛也无魔 佛跟魔就是我们一念觉迷 一念觉 佛镜界 一念迷 魔镜界 你怎么能怪别人 世界人 遇到不满意的 不如意的事情 怨天诱人 那个故事最大 那是真的错了啊 那么这一节经文 这是纸禅宗啊 这些公案 典故说明 这一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 心体空击 本无有福 现实空击 像是了不可得 可见的 信像 都没有 欲福 换句话 信像 都没有 带给我们烦恼 忧虑牵挂 没有啊 烦恼 忧虑牵挂 是你自己找的啊 怎么找的呢 这就讲了 是你自己找的 经恒意 我人等尽于心 且愿 佛意如实说 岂非 作己 自负 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 听见 文法 最好啊 是要听全部 是要细心去体会 最怕的是 断章 群 听一句 听一段 执着这一句 执着这一段 那就坏了 不想想 佛法是破执着的 破执着 你在里面再执着 岂不是大错的 他错了 因为众真 种种执着 不同 佛这个经典 有种种破执着的方法 也不同 语言顿更新的 聪明 他明白 佛的意思 他可以听 他样样都不知 于是 他结义 就这样 谁一边 执着一边 都会把 佛的意思 误会 都会把佛的意思 凑解 这样 带给我们 许许多多的 困惑 真正是 做几年 自福 没有人 那么这是 这一段 是把这个 这个问答 把这个 大前提 说出来 惊讶的意思 是在 底下 这一段 才真正 把这一段事情 为我们说清楚 说透车 是 听人是 是 终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